我們看看903呎的三磅桃年海經單位 我們進去看看 這裡有掛鉤、雲石面 很帥氣 進來有一個圓光位 這裡有一個入門櫃 鞋子 鞋子也有一個旋轉的拉櫃 兩邊都可以放鞋子 上面可以放一些收藏物 在上面就是存物價 轉過來就有一個簡單的客廁 這個客廁都可以的 空間夠大 即是你隨便動都可以 肥一點都可以 沒什麼限制 又轉過來 有一個女子廳的位置 這邊就是飯廳 因為近廚房 這裡就是客廳 整個長度、闊度都足夠 樓底就3.15米高 路頭用拖門 走出去 位置三個人一起 站在這裡聊天沒問題的 擺東西有少許難度 但是你簡單坐一下軟桌 可以的 然後這裡就是睡房 睡房它就是半落地玻璃 轉過來 廚房就是一個緊廚設計 分為兩邊工作桌面 這邊就有收納或擺東西的桌面 都幾多空間 上面都有一些儲存架 實用性都不錯 如果你說這邊就洗 切 煮 都一條路 然後廚房出現 就有個工作平台 放在外面有個好處 就是廚房有些濕的拖把 都可以放出來浪缸它 電器就全部都是陷入式的 都是一些名牌的 這邊應該是滾桶的洗衣機 然後這裡伸縮的水龍頭 兩個大整個 酒櫃 然後也不是... 雪櫃都有 整體來說 家電就齊了 轉過來這裡 就是第二間房 第二間房就特別少少 這邊就是蚊筆 慢慢看得空中花園 轉過來這裡 就是一間小小的房 你可以當作工人房或雜物房 其實我覺得做工人房都可以 因為有長 最後我們看一下主人房 主人房的空間就很大了 你看到 放完床 三邊都放到床 外面就是海景 一樓的 然後放上簾 然後轉過來這裡 就可以放一個衣櫃 放在這裡 再進來就是主人的浴室 主人浴室就... 所有東西都齊全 它盡量是利用每一處的空間 去做一下儲物給你 都相當實用的一個單位 這些單位的尺寨最便宜 大概是... 三萬元一尺 那... 位置上來就大概... 不夠三千萬元一格 你覺得值不值